乌克兰和俄罗斯周末互相发动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乌俄局势再度升级之际 华盛顿邮报透露 准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廷通过话 呼吁俄方不要升高战士 无人机飞过莫斯科上空 几秒后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中 瞬间瓦解发出剧烈爆炸声 乌克兰一口气出动至少34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 造成5人受伤两栋民房期货 当地三座机场一度关闭 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防空系统在西部地区 另外击落50架乌军无人机 不过乌克兰南部城市同样惨况连连 连续几晚遭到俄罗斯无人机攻击 数量高达145架 双方无人机互轰规模创下 开阵新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次呼吁 西方盟友加强军援 以协助防卫乌国领空 同时华盛顿邮报披露 先前放话将在一天内结束乌俄战争的 美国总总统川普 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廷通话 前当美国在欧洲有相当大量的军队 不要顺高战事 欺骗川普正义言辞否认 共和党测试喊出的割定和评论 民主党依旧担心川普上任后 会削弱援助乌克兰的力道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现在总统拜登已经邀请川普 前往白宫进行会谈 现实将力促川普不要放弃乌克兰 苏利文还表示 在川普明年1月就职前 白宫将交付乌克兰 6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接着韩军的也欢迎好 最后报道